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尬聊电影频道 今天小尬给大家带来一部 古代日本的暗黑魔兽 永远打不死穿越千年 来到现代的菲律宾作妖的故事 电影名字叫做存在者 相传暗黑之书和以示经文 具有从弟弟召唤幽灵和魔鬼的法力 而守护他的武士杀死魔鬼后 用自己的鲜血将魔鬼的魔鬼 名字写在书中代代相传 早在德川幕府时代初期 魔鬼扎格附在了敏鸿身上 敏鸿被恶魔操控 杀了家人后又把家中女眷的脸割掉 敏鸿的弟弟依夫带着仆人 翻开以示经文打算封印恶魔 一番搏斗恶魔砍掉仆人的头 当依夫将恶魔披成两半时 恶魔并没有被真正消灭 而是附在了依夫的身上 时光穿越到2013年10月24日 菲律宾特警包围了犯罪现场 暴力犯罪团伙头目中继 两年前夺走了11条人命 被警员东尼杀死后案件落幕 两年后的今天 他再次出现引起轰动 他将一名女子绑在半空中 女子浑身刀伤 被特警包围的中继 奸诈的假装被降服 于是借机杀了很多警员 东尼出手将中继再次解决 外面围观大批的记者 东尼的上司葵花拉队长 觉得这样没面子 唯一的好处就是妻子不敢上街了 给他省了很多钱 同时多一告诉东尼 监控录像没有任何显示 很多人都觉得这件事情很诡异 有可能是鬼魂之类的 但东尼却不相信 东尼去找自己的搭档小珍 小珍还在睡觉 被保姆马南叫醒后 穿着清凉就去见东尼 马南像妈妈一样 提醒他应该注意 小珍询问案情的进展 并和东尼回了警局 期间小珍开启连环泡模式 说起偶遇了东尼的前女友婷婷 婷婷搬家了 一个人住在帕西 还是那么漂亮 好多人追她 她都没看上 你们是不是不要再相互折磨 赶快复合算了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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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队重新对案情进行分析 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和日本政府协助得知 1989年有14名女性惨遭杀害 至今都没有破案 而本次案件和1989年的神户杀人案极为相似 而中继再次杀人案被其他警员认为是某种组织仪式或者是邪教 晚上回到家 东尼看着昔日与婷婷的视频 拨通了婷婷的电话 二人约着明天见面 看来东尼老娜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躁动的心 挂断电话 婷婷家的门铃响了 原来是外卖到了 婷婷开门告诉小哥 稍等我去拿钱给你 谁知这一转身 即是永恒 东尼来到案发现场 见到准丈母娘 准丈母娘说东尼东尼你一定要抓住害死婷婷的人 抓住以后要一笔之道 还之笔身为婷婷报仇 此时的东尼像一颗要爆炸的球 无法冷静下来 雨夜 东尼独自在车里酗酒 没能和女友早日复合 这位老哥的肠子都毁清了 警局里外卖小哥被审讯 哭着称人真的不是我杀的 国际刑警尚恩带消息给小珍 表明已是经文古书和武士短刀流传至今 已经到了一个叫树土的老大爷手里 她是日本著名的黑道头目 目前和古董店的老板是搭档 正在菲律宾境内 东尼带小珍去神手俱乐部 一推开门全是辣眼睛的画面 东尼直接找老板美雪寻求帮助 这位黑道大姐正是树土老大爷的大女儿 美雪带东尼去了二楼雅间 说中继不就是我爸替你找到的吗 这次你还可以找他 接着美雪拿着酒杯 蹭到东尼身边软软的说 你要不要留下来过夜呢 然后对东尼浅浅的一吻 可东尼还没有从婷婷死去的悲痛中走出来 婉软的拒绝了美雪 警员多一对小珍非常殷勤 但是警队的人都知道小珍爱着东尼 队长更是打趣道 每个女人都爱东尼 东尼有家不睡 非要睡在小珍家里 夜晚小珍给她拿好换洗的衣服 看到东尼只穿了一条小裤裤 忍不住对她的身材流口水 而保姆马男像妈妈一样唠叨起小珍 这样不见点 会被邻居说闲话的 小珍说 我枕头下面藏着枪 我看谁敢八卦 而马男说完这番话 出去丢垃圾的时候 被恶魔附体 睡梦中的小珍坐着和东尼的春梦 一睁眼却发现 被附体的马男压在他身上 惊慌的小珍朝天开枪 东尼出来正要阻止附体的马男 对方却跳窗而逃 被路过的车撞死 而恶魔又附在了另一个陌生人身上 东尼带着小珍和绝坟小哥 让绝坟小哥挖开中继的坟墓 二人查看一番 却发现棺材里只剩下头骨 正说话时 绝坟小哥瞬间就被飘来的恶魔附体 小珍和东尼开车逃跑 绝坟小哥被附体后跟开了挂一样 紧追不舍跳上车 慌乱中被甩下车摔死 可是死的却是绝坟小哥的肉身 而并不是恶魔 东尼带小珍到树土家拜访 树土的小女儿小倩 为东尼和小珍倒茶 话说这小倩看东尼的眼神 也带着丝丝柔情 这让本来不怎么帅 还一把年纪的东尼 头顶难住光环 树土对东尼说出了 有关于整个故事的起源 原来被东尼杀掉的黑头目 中继就是日本幕府时期 敏洪家的人 而树土和其女儿们 属于敏洪弟弟一夫家一脉 树土知道早有命数 女儿们的脸会被扎格割掉 于是将武士短刀交给了东尼 新闻报道 最近女性遇害案件频发 广大市民要加强自我保护 就在东尼和小珍 离开树土家当晚 恶魔扎格来袭 附在了小倩身上 树土眼看打不过 我自己来 一刀下去 切腹自尽 附体小倩脱光衣服 割下自己的脸 警队到达案发现场 发现小倩失踪 东尼来着美雪 说不能让你父亲妹妹 白白死掉 我们联手除掉幕后凶手 怎么样啊 美雪此时已经发狂 发誓要除掉凶手 东尼 小珍 美雪 来找古董店老板 老板手中有 以试之书残缺的一页 是时候将他们拼合在一起 施展威力 压制恶魔了 三人又来到集道寺 美雪成功挑战了武士之魂 拿到以试之书 拿到书的三人 又回到古董店老板那里 按照指示 一步一步进行着计划 同时老板嘱咐三个人 因为扎哥恶魔是一个鬼魂 所以一定不要被迷惑 若被控制就会自相残杀 你们带好武士短刀和以试之书 到一个叫西地奥匹 那拉巴南的地方 那是日本军人打过仗的地方 阴气比较重 到了那之后 扎哥就会出现 那个时候 打开有扎哥名字的那一页 以试之书 然后沾满美雪的血 就能杀死鬼魂 好了 方法给你们知道了 我的任务也完成了 老头子在三人离开后 就被恶魔吞噬了 临战前一晚 东尼终于和美雪摩擦摩擦 杀掉魔鬼的步伐 开战路上 东尼给奎花拉队长 打电话请求支援 奎花拉带着队员们 到西地奥匹那拉巴南 准备和东尼会合 而半路 东尼又接到队长电话 听到电话那边枪声不断 才知道队员们遭到围攻 命在单膝 全队只剩下奎花拉 多伊和马克三个人 不量恶魔上了马克的身 开始对付两位队友 多伊不忍用枪打马克 拼命呼唤马克醒来 恶魔拿起刀 割下自己的舌头 其实就是割下马克的舌头 奎花拉一枪 杀了被恶魔附体的马克 当他说到对不起马克的时候 突然被身后的多伊一枪爆头 原来扎格又附到了多伊身上 东尼小队赶到 恶魔却附身到其他队员身上 导致小队的人员自相残杀 当仅仅剩下东尼 小珍和美雪三人时 美雪发现被扒光脸皮的小倩 这时东尼找到被附体的多伊 美雪却说放着我来 让我手认了她 东尼的帮助下 附体多伊被插死 恶魔却在瞬间进入美雪的身体 他举枪打向小珍 和东尼一番缠斗 危急下 小珍举起一世之书 美雪念着经文 在东尼深深一吻的同时 被插入了武士短刀 美雪的死换来了恶魔封印 一年后 小珍同其他警员 一同追捕一个异形犯人 而东尼出手 轻而一举就杀死了逃犯 他们又将面临什么样的离奇案件呢 关于日本武士道的起源 最早可追溯到江湖时期 而存在于东南亚许多国家 有关于神隐恶魔这类的传说 更为人津津乐道 那么最后 小高为这部电影再加一个标签 小泽玛丽亚 你懂的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对影片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 小编我都会一一查看 参与讨论的哦 想看更多的有趣视频 欢迎点击频道首页 记得订阅 大聊电影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